- 汽車教授 職人洗車用品專賣 - 各位的番組是CIOC自動車 耶 大家好 我是柯P傳教士 你看 身後最大 SLK 這差不多我的年代的車了 上次拍片 孤車到現在就放了 我們七七四十九天而已 要一年了 - 差不多 - 你看我們放在停車場一個位置 一個月四千五 一年之後四五萬 - 要十幾萬 都達四五萬 - 本期就達二三十萬 - 修理得好 要為人家 太貴了 - 老闆貴 說慘慘了好了 - 轉換出來 簡單我們試一下 - 還有什麼問題 直接跟你們說 - 就是有任何的問題直接跟你們講 - 有能力的人 你就知道嗎 1998到現在已經二十... - 一九九八 二十五了 - 已經很久了 我都忘記幾年了 - 買這種車一定要有 - 第一對老車要有一些嘗試 - 最好是懂車的人來買 - 有這個能力來買這種車 - 才可以繼續維修 - 結果車不是說不用修理的 - 像我的車就好了 - 別說這台 我自己的車 - 邊開就邊修 - 這是一個案例啦 - 泰山寧的車應該也是邊開邊修嘛 - 肉油在處理嘛 - 對不對 - 沒錢就去車工打工嘛 - 賺錢嘛 就是這樣嘛 - 買這種車其實 - 其實我比較偏向說 - 你就是這種車你自己要有能力維修 - 口袋應該要夠深啦 - 假設你今天是十七八歲的小朋友 - 我覺得不建議 - 你知道為什麼嗎 - 為什麼 - 你要跑很快他是沒辦法很快啦 - 因為他已經年紀比較大了 - 我聽說 叫泰山跑很快 - 你就騎他了 - 是 - 我也是 - 沒關係 - 這種車我等一下會就是簡單處理 - 就是我會試車 - 有什麼狀況要該處理的東西 - 我都會跟你講 - 假設好了 天壯壞了 - 好跟你說天壯壞了 - 掌逢壞了就掌逢壞了 - 啊在哪裡 - 啊你自己斟酌一下 - 這樣夠簡單了吧 - 有夠直白了吧 - 我們沒有什麼騙人的 - 我們就直接講啊 - 比如說我們頂起來看 - 假設哪裡漏油一樣跟你講 - 好 比如說避人器漏油 - 我就跟你說避人器 - 好的就是好的 - 啊看利用就是看利用 - 背話不多說 - 我們等一下就直接試車好了啦 - 買多少錢 - 我記得十幾萬吧 - 我記得是十五萬 - 我記得是十幾萬啦 - 啊你看看 - 好像放在那本錢 - 都不太有錢 - 都加幾萬了 - 那修一修 - 好好 - 我希望他好三十萬 - 賣你四十萬 - 你怕就跑了 - 到時候看老闆賣多少 - 直接OK - 幾萬就來買 - 現況嗎 - 對 - 好那我們就上車 - 其實外表還可以啦 - 我剛剛稍微到這邊 - 就這裡比較嚴重一點點啦 - 外表我們先講好了啦 - 這裡啊 - 其實這個烤個器就好了啦 - 這邊就比較嚴重一點點 - 拉一下就好了 - 對 - 看到就講 - 這裡啊 - 對 那邊看得到 - 這邊 - 對啊 - 真的如果真的有喜歡這台車 - 你可以影片回顧到那個 - 幫我看一下我們當時孤車的 - 應該會更清楚一點 - 你要賣多少 - 對啊 - 好的 - 外表大概就是兩個比較缺 - 當然是應該還是有一些小細很安心 - 因為下雨天看不太出來 - 好啦 - 我們就直接上車 - GO - 我們去試車吧 - 會不會 - 不會動啊 - 行不行 - 為什麼 - 等一下 - 啊這一個沒錯吧 - 剛動到一半就停住了 - 還是電池的問題 - 有啊有放啊 - 不要這樣喔 - YES - 現在窗戶都不能動啊 - 沒電 - 哇 - 漏掉了 - 好現在接著電棒 - YES - 這麼耗電喔 - 哇塞啊 - 哇塞啊 - 妳的發電機亮起來了 - 發電機亮了 - 發電機也亮了 - 哇 - 鬧鬼 - 你為什麼這樣 - 好 - 現在換一顆電棒 - 好 - 試試看 - 啊 - 發電機壞了 - 對啊 - 它你看 - 好的啦 - 啊 - 阿咖 - 發電機壞了耶 - 這樣是不是好消息還是壞消息 - 壞消息 - 小師有跟我講啦 - 他說 - 急迫的東西 - 要先換掉才賣 - 所以這個東西應該要換好 - 這是急迫的 - 所以對我們來講 - 我們是壞消息 - 嗯 - 對客人來講這是好消息 - 好 - 好 - 那我們不能出去了 - 這溫氣耶 - 這出去溫掉這裡 - 因為 - 電肉在那裡就掉了 - 怕本片太短 - 車子給我們一個問題 - 欸我怕天部打掉了 - 沒電就掛了啊 - 哈哈哈哈 - 你確定拿起來就會熄火嗎 - 一定的啊 - 來 - 你要不要 - 它沒電就掛了啊 - 沒電的意思就是說 - 你電池吃到沒電了 - 自己要補油門了啊 - 我快死了 - 喔喔喔喔 - 快死了 - 哇 - 喔喔喔喔喔 - 這是飛光環照 - 哇哇 - 沒有 - 快沒有了 - 那怎麼辦 - 因為你也開不出去啊 - 給小神修吧 - 換了個發電機啊 - 那好啦就直接顛倒了 - 我們試車可能就是 - 弄好才可以試車 - 我們就反過來 - 先去檢查底盤啊 - 喔我們檢查過了 - 喔檢查過了 - 很棒 - 上面看起來 - 很完整啊 - 沒有喔你看這邊也沒有油啊 - 這個就是compressor - 嗯 - 也都沒有油啊 - 連油氣都沒有 - 正常有的會有油氣啊 - 這個看起來是連油氣都沒有 - 乾乾的啊 - 沒有喔 - 這樣也是乾的 - 乾的啊 - 對 - 這一台這樣看起來不錯啊 - 真的都乾的啊 - 唉唷 - 哇嗚 - 都乾的捏 - 漂亮 - 這邊排氣管 - 這邊最容易漏了有沒有 - 這一半部只要沒有漏 - 基本上很少有地方會漏 - 控制or這裡也沒有油氣啊 - 油氣喔 - 只是皮帶要換了啦 - 皮帶也有 - 有看到 - 有喔我看到 - 有喔 - 皮帶要換了 - 也有 - 皮帶要換了 - 可是下面有一些油 - 下面有啊 - 這樣就要是 - 頂起來看就知道了 - 下面的油就是 - 可能是曲軸的 - 因為這邊是油的 - 可以看這裡 - 這看起來是全曲軸 - 甩出外的 - 有一點 - 有沒有甩出外的 - 嗯 - 你胸也乾乾的耶 - 有沒有 - 真的耶 - 是不錯 - 是不是真的不錯 - 除了前面 - 這個電片換掉就可以了 - 電池箱的電片 - 還有這一個 - 這就是封閉 - 它會從這邊滲油出來 - 嗯 - 現在就是前面這一塊 - 這一塊 - 靠這個防彈的 - 這一塊很重 - 啊這裡 - 差速器喔 - 插速器肉有了 - 後面避震好像也有一點 - 那個算嗎 - 欸是 - 這個是 - 這個是啊 - 這個是 - 哇這個舒服了啦 - 後面這一圈要拆起來 - 要整顆下來 - 後面這個蓋子拆起來 - 對喔 - 它這裡的也有一點 - 這個也有 - 好不好先去拆機板吧 - 看起來很重 - 因為我可能會撐不住喔 - 需要幫忙嗎 - 你如果可以幫忙是最好的 - 好不好 - 不錄了不錄了 - 喔喔喔喔喔 - 先擋 - 後面就擋 - 這個是 - 哪裡來的 - 還是人動油 - 不是耶 - 這發電機啦 - 還是發電機 - 欸 - 這裡的油很怪耶 - 它過來也沒有肉 - 桑菲菜也沒肉 - 它只是上油 - 這到底是 - 哪裡來 - 還是它只是上油 - 它只是 - 不好說耶 - 說真的 - 還是這一塊 - 這一塊不可能噴到前面啊 - 哇它這下面也有油氣了 - 是喔 - 可是它沒有很明顯的肉油 - 那一個 - 那個調整器 - 怎麼可能會漏油 - 這是調整器 - 提帶調整器 - 所以一定是其他地方噴出來的 - 應該是噴上去的 - 可是這樣看起來也很怪 - 應該是前去都噴出來的 - 對 裡面 - 看到裡面 - 裡面稍微有一點油氣 - 就這樣而已 - 對啊 - 其實這個也還好 - 這個其實輕輕 - 基本上它還沒有 - 還沒有開始漏 - 大漏 - 對 - 它冷氣在哪裡啊 - 這裡啊 - 這一顆就壓縮機啊 - 有漏嗎 - 怎麼看得出來 - 看起來是沒有的 - 因為它冷氣不冷 - 然後又 - 室內空氣沒有好 - 應該都放到發霉了吧 - 對啊 - 那其實還好 - 這台其實沒有太多複雜的啊 - 對不對 - 很單純 - 所以目前看到的就是後避震壞 - 漏油 - 對 - 然後前驅軸 - 有油氣 - 對啊 - 還有後 - 差速器 - 四支避震器都換好了 - 上面 - 開始有一點點 - 有一點點的啊 - 反正你要換避震器就全部換一換 - 鐵盤要換的 - 對啊 - 刷車皮前面也要換啊 - 輪胎19年的了 - 輪胎其實應該也可以分啊 - 差速器也漏油 - 對 - 後面等皮磨完就好 - 後面皮還蠻厚的 - 磨完再換就好了 - 它就是差速器啊 - 好啊 - 差不多就這樣子了 - 然後這個墊片 - 跟那個 - 那個是什麼 - 電路箱 - 那個電腦板的接頭 - 然後沒電 - 電池死掉了 - 電池簡單了 - 反正不是電池 - 我們就把它裝回去喔 - 好蠢 - 不知道為什麼要做這樣 - 防彈為什麼要放在下面 - 防彈的啊 - 呵呵 - 這應該是房地的 - 那就等一下再跟阿柯去試開 - 然後看他有什麼問題 - 好啊 - 為什麼你沒有剪到發電機壞掉 - 看昨天還是好了 - 還沒亮燈 - 你剛有開對不對 - 我剛有開 - 對 - 你開過的 - 我只能把這樣推給你而已 - 我才開個50公尺而已欸 - 你不知道 - 他什麼人跟你說啊 - 去KB洗衣服 - 回頭就走不了了 - 我是不知道什麼原因 - 是啊 - 好啊 - 我們趕快去叫他 - 幫我們叫一顆好了 - 好啦 - 先去跟他講好了 - 對啊 - 好啊 - 好啊 - 我也沒得住到 - 我這要開擠的 - 好啊 - 我趕快去跟他講 - 好啊 - Ultra Dash S3 - 地表最高CP值行車記錄器 - 好啦 - 壓縮機在下面 - 要把機械增加的皮帶拿掉 - 壓縮機就可以拆了 - 好啦 - 我們從下面拆吧 - 這個喔 - 對啊 - 我看一切好不好拔 - 是可以不用拔電 - 但是拆這兩個有沒有 - 要小心 - 這兩個不能搭鐵 - 這兩個一搭鐵就超 - 好 - 我們先看新的 - 現在擋的一不一樣 - 新的 - 新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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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怎麼不一樣 - 我逗了 - 真的假的 - 啊啊啊啊啊 - 你算 - 幹 - 啊不一樣 - 你有沒有看到哪裡不一樣 - 這裡 - 是不是都不一樣 - 之後這個 - 哇勒 - 我會逗了啦 - 我 - 我拍這個給他好了 - 然後再拍街頭給他 - 然後再拍他的 - 然後打電話去幹掉他 - 喂喂喂 - 欸我有拍照片給你 - 那個SLK那一台 - 喔新的來了 - 對喔 - 怎麼了 - 沒有位置拆 - 哈哈哈哈 - 看似很簡單 - 工具都 - 啊這個希望可以進得去嘛 - 啊 - 脫離了 - 脫離了 - 脫離了 -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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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偷懶的東西 - 哈哈哈哈 - 這個拆下去不得了 - 可能從一小時變成三小時這樣 - 嘿嘿嘿 - 自理明明就是能偷懶的 - 都沒有勤勞 - 這個等一下要把它包起來了 - 不能打到 - 喔 - 先用個膠帶把它包起來好了 - 不要去US到就好了 - 連電瓶都懶得差 - 你看多懶 - 電瓶就也是要換的啊 - 蛤 - 是嗎 - 蛤 - 為什麼 - 電瓶沒電了啊 - 完全沒電嗎 - 也不確定 - 拆不下去啊 - 喔 - 串子啦 - 擋住了 - 沒有一個順的 - 呵呵呵 - 可惡 - 好啦 - 一樣要想辦法啦 - 我們既然要 - 要偷懶到底 - 繞過這個管 - 繞過這個管 - 繞不過去嗎 - 這是增壓管嗎 - 對啊 - 是有ㄎㄧㄥ的增壓管 - 知道嗎 - 這個就是ㄎㄧㄥ - 還是要拆啊 - 應該拆的還是要拆啊 - 不會了 - 總比拆風扇好了 - 呵呵呵 - 魚開來不一定可以出的來啊 - 因為它這裡實在是太...太...太窄了 - 太窄了 - 對了 - 可以啦 - 想辦法出來啊 - 自贏最美的天賊 - 禁堅 - 看來咲坐 - 沒可能踉太 assuming - 是哪些人 - rectang - 好 好,就準備了 一袋都進了 好 因為這一顆是壞了吧 好像電瓶沒電,沒事,嚇死我了 所以我們要把電瓶斷開,量一下 好,電瓶吃電,你看 現在14.6,有沒有 發電機正常的,那這顆電瓶要儘快換掉 你看,鬆下去之後 剩下11點多,衝不上來 所以就不要再用這顆電瓶換掉了 那要先再換嗎 對我不錯啦 好啦好啦好啦,去叫啦 你先幫我熄火,先熄火比較重要 不然發電機會壞掉 為什麼會氣墊就會發電機容易壞 因為發電機,你看嘛 我們拔起來的時候是14.6 對 插下去,瞬間變11點多 電瓶沒辦法充電 發電機又要一直對電瓶載 充不進去之後,看哪一個壞 電瓶已經嵌壞了嘛 然後再把發電機弄壞 弄壞 是不是 好像有問題了啦 要把電子再用過來 好 耶 上次要試車,結果漏尾 換電機打的 換好了 這次乾脆連電池都換了 對 換好之後,冷氣又冷了 應該是那時候快壞掉了 做動不正常 冷氣又不能 這樣好了 剛剛泰山在試的時候 天窗都不能動 我等一下再看一下 天窗 喔不是,我不是天窗 是漲風欸 是漲風啊 我等一下先開一開 看哪會不會就好了 好 還是說太久沒看到黏住了 有 也是有可能 到時候我們再看一下 好,我們現在試車 底盤看怎樣 我們就是 如實點爆嘛 好就好 不好就不好 人家講出來 好,我們就試車吧 頓挫感很重喔 為什麼亮燈了 對耶 都亮 為什麼 換電之後就變成這樣 可能喔 真的有可能 因為昨天 是整個 昨天換電池是有發動的 它沒有那個 不斷電系統 可以 這插頭可以插 人氣會人欸 會 會啦 會人 至少一半 好 洗一洗啊 啊這個可以那個嗎 它沒有換檔欸 它沒有在換檔 換檔 為什麼 它檔位跑去阿聯 它沒有檔位喔 可是為什麼它這樣卡在一檔 我怎麼覺得 對啊 完了完了 完了 為什麼啦 可是我之前 我們出來驗車是好的阿 那我這邊 我先騎我再重發好了 怎麼可能阿 解釋也是好的阿 他 無法經過壓力測試 解釋太強了阿 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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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什麼它盾 之前不過去 要來 它轉速表不會轉欸 沒有沒有沒有 時速表我也轉阿 什麼 有線到處 沒有喔 可是我記得 我在那個 當時開出來的時候去驗車 載我的人是好的 然後我有開過 那時候剛好換手我有開 是正常的 可是冷氣沒這麼冷 真的是 一波三折 這台車 有點麻煩 乖 有點麻煩 你要乖一點 對 有880嗎 有耶 它880是按這邊的 有沒有 它中間沒有用 沒辦法撲的啊 都沒效 你看 因為它真的是卡到一檔 它真的是不會動 欸 這個 其實阿 目前看起來是轉速因為拉比較高 轉速聲比較大聲 底盤沒什麼音 可是它的內裝 你注意聽它內裝就會比較大聲 內裝一定有阿 我覺得靠一下就有 對 你這樣左右搖它就會那種 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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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般的轎車是板的的話 就比較沒有聲音 那我們先回去插電腦 好了 你看 我說的沒錯吧 整樓車有啥 邊開邊修 我真的是邊開邊修 我們開了幾次 這個不是 真的嗎 我沒有騙你吧 上車一次就修一次 上車一次換的機會 換好了 本來想說剛剛去試玩車有沒有 繞一圈就結尾了 就這麼簡單 結果 剛剛五次車又有問題了 跳檔不順 跳不過去 這應該是 剛剛有故障碼 我到時候再傳上去給你們看好了 阿帶 十四五秒不會動 比較簡單的行動就是它在轉速 它拉不上來 有可能就是電腦錯誤嘛 它就不讓你跳檔 不會跳到二檔三檔四檔 就好像你在 手排車嘛 打五檔幾步 動不了 老車嘛 都會極限 一些問題 問題就是 哪開哪修理 小城市面也比較忙 可能就沒辦法 都拍出去外面做 到時候影片記得拍 到時候就是會上架 就跟我們三熱女一樣 就是現況上架 現在目前我們測試的問題 應該是去都會幫你處理掉 到時候就是比如說那種 去左右風嘛 避震那些 不敢說 就沒有問題了 萬一有問題 你自己要 後面要接著就是慢慢的處理 買腦車就想要 有愛 才會去整理 才會去花這種 自己錢 花下去覺得 OK 合理 有些人覺得 舉例太慘了 但是馬上回去 手 哇 跑來跟我說 阿科皮 你這麼貴 都沒有跟我說 其實這個東西 我沒辦法預防中 什麼東西會壞掉 你看我們試了兩次 兩次都試不出 第二次出去了 跳檔不順 這個東西我沒辦法說 交給你一定是 投戰綠宇宙很好 這個我不敢講 因為比性章1998年了 到現在也幾年了 嗯 如果你買這種車 影片上我們都跟你講 我記得好像 避震器嘛 疊盤嘛 那些都要換 像這樣立即性章的 被人跳檔 我這一定會處理的 嗯 假設今天交給你 你連曬的曬別處理啊 碰得多錢你也不要 反正買老車 自己要自己斟酌一下 所以是線框賣 對 就是應該是線框賣 就是修好以後線框賣 對啊 那價錢就會 沒有那麼硬 我們賺了一點就好了 就像320嘛 我們賺了一點就好了 其他的你自己處理 就是這樣 好記得幫我訂閱 分享 看著我的頻道 拜拜 影片記得上喔 沒有聲音耶 為什麼 不是啊 連窗戶都不會動 對啊 真的 為什麼 汽車教授 職人洗車用品專賣